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当时先从我们LINE群组上面 我先打开我这个三大报表 2024、0325之一 然后我就把它复制贴到我自己今天的下载贴上 然后接下来我当然要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那就自己来去做了 所以在这边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我就有了这一个Power BI的一个视觉化报告 那这个Power BI视觉化报告档案 PBIX快速点两下请打开 可以吗这边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带你们去做 这是你必须要赶快打开来的 我们之前的授课内容 其实一直在教你所谓的 所谓的同期比较 那同期比较我又区分为 我从年初契金还有季出契金 这两种方式主要都是为了要去告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及时集合 那这个这一张长期趋势里面 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到你该集合的点 同意吗 比如说好了 各位你看我从负债总额 我请你们做到的这一张负债总额 我都已经把这个图的标题全部都设好了 好那我想请看这边负债总额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从它的长期趋势 可以发现它后面2020年开始到2024年 这几年的表现 它的负债总额是在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上升的比例是高过于前面这些年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应该可以得到很重要的宝贵资讯 我知道说台积电它的后面这几年有举债 而且是大幅度的举债 就是跟银行借钱就对了 可以吗 那接下来你当然 你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还有讲过预测未来 所以它从2023年第四季的表现是这样子 那再去猜2024年的第一季 你可以发现它应该还是会落在一个很高的负债总额位置 同意吗 同意 好 可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了 我们希望用大数据分析 就是希望能够越早知道它这个上升的点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时控制 时时观察这一个上升点 问题是你从这张表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比较 而且是同期比较的方法 企图看到这一个持续上升 如果我今天我直接看到原来上升的点 在2019年第一季 开始就逐渐上升 请问 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会了解我们现在的策略 一定是有一个策略在这个地方 可以理解吗 决定来说我要拓展世界版图 走出台湾 迎向东南亚 拥抱美国 你觉得这个行销文案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钱 可以了解吗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用的一个策略是这样子 可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点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是不好去看到这件事 所以我们才会改成用同期比较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 他就逐渐在上升 因为这张表的最简单的一个比较方式 就是0%以下 那就是减少降低 那0%以上就是什么 增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看到 这个点 2019年第二季 好 那然后呢 然后 这两张图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对了 我们知道了 2019年第二季 这边开始有大幅度的负债总额增加 这个时候 我不是为了教你们说 到底要不要去买股票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在视觉化分析这边 我得到的资讯是这样子 我只是希望你们理解 很重要的一件事 2019年第二季 如果我们是用YTD来去看 跟在这个地方是用QTD来去看 它主要的一个差别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一个上下震荡 在YTD 也就是年初契金来去看 有没有看到 它是其实 没有 真实的反映出 它的什么 它的一个震荡 可是QTD是不是有 所以QTD它都可以这么明显的反映 更何况如果你有机会去算MTD 那里面的时间智慧公式全部都给你了 但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个每个月的三大报表 所以我们才不算这件事 有待于各位 你未来 你去到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帮他去算 而且如果你可以直接指出来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帮老板解决非常多的事 例如说像我们学校有那个商业智慧什么什么 一个办公室 他们就可以来帮忙算 因为透过学生的那个专业来去做这件事 好了 那现在我就要先把这几张表 这几张表整理在一起 其实应该还要去跟你们再分享一下 后来我们是不是就教你 其实透过这个指数 这一张负债总额YTD 其实它的图 它是呈现这一张 这一个 也就是透过负债总额来去做计算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呈现这一张图 知道吗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等一下 我们必须要收集 收集同一家公司的 例如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放的是 这个负债总额QTD 也就是说 这一张 这个是一个KPI 加上这一张图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首先 你去看我们已经画完的结果 而且这个是大力光这家公司 所以请仔细看这张图 这张图 以及这一张 这个KPI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大力光 如果我们看2023年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2023年第一季 它的表现 它的负债总额是增加 我想你们一定都知道 请问哪家公司会希望负债总额是逐年增加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要先知道负债总额 我们现在看的是负债总额 所以在大力光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大力光它逐年呈现的负债总额是逐年在增加 然后呢 它在2023年第一季 对不起 我跳太快了 你的报告一定是要这样报告 就是说 它是长期趋势是逐年增加 还有预测未来 它应该也是会稍微降低 因为这个是滚动式预测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可是它在2023年的第一季 我们可以发现到 就是它在那一期的负债总额是增加 因为增加它是用这种颜色 它是增加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看到 它增加只有增加一点点 它只有增加5.14 所以应该在合理的震荡范围之间 也就是假设我们定义出来 上下10%的合理震荡区间 我们是不做击合的 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季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第二季 我们刚刚2023年第一季 我们已经报告 它预测下一季 它是会降低的 确实在2023年的第二季 我们看到它是下降的 可以吗 而且它这个 它跟同期的比较 它在这个地方 它预测2023年的第三季 应该还是维持在下降的状态 我不想各位可不可以了解 好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它虽然下降 但是它下降的幅度才多少 只有刚前一年的那个季 的比较 它只有减少一个百分点 就这样子 可以吗 再接下来你再看第三季 有看到吗 第三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 下一季它是上升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呈现 是一个增加五个百分点 但 你 上次一个报告 你至少 你会让老板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看2023年四季的一个震荡表现 都落在合理范围之间 是不需要刻意再去做击合 好了 对了 我已经把2023年第四季的资料通通位进去了 所谓通通位进去其实很简单 我就直接把那个2023年第三季 我就整个直接下载下来 好 等一下 我在教那个联邦室学习的时候 我还要再教你 因为联邦室学习的主要精神就是 别人已经算好的指标 我要拿过来直接应用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那边算 好 像例如说什么本益比现金流量比 或者是资产负债比 全部 全部 我都直接拿过来使用 因为人家已经算好 公开观测诈已经算好的资料 我不需要在这边再写函事来做运算 好了 还有像毛利率 对不对 我想在大表里面是不会出现毛利率 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的 但是公开观测在 它是会帮我们计算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观看 你看完一家公司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家公司2020大力光 2023年的负债总额 它在合理的震荡范围 那可能这叫正常营运活动 好了 那你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别家公司 我们来参考一下 像例如说台达地 台达地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不仅 它不仅 就是这个四季的一个表现 其实它在祭出契金的一个表现 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增加 好 请问负债总额跟同期每一季的比都持续在增加 这说明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就可以自行去做推敲 它的在负债总额的表现是怎么样 这件事 好了 那我们再做 最后我们还是回来去看台积电 好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像台积电这个后面 后面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它是在下降 没错 但是你知道前面这边增加的实在太离谱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是 这个地方刚好 刚好是什么 有疫情 就是 我最关心的就是 到底疫情 有些人真的疫情的时候 他的本业 先放在一边 他说 我为了救国救民与水火之间 既然缺口罩 我就改生产口罩 同意吗 有些老板他就改 因为他的主业他卖不出去 好 那刚好他又可以生产口罩 好 那何乐而不为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重点要继续来观看的是这个地方 因为我现在是分三 各位应该知道 我们在这个本期综合损益 这是损益表的其中一个会计科目 还有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一个负债总额 不想要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他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是资产等于负债总额加上全亿总额 对吧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再增加 还有现金流量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那我们是不是希望说把三个这种图跟指标画在同一张里面 我们才可以宏观的来去看这家公司的营运表现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整理到一张同一张的画面中 所以麻烦现在要请各位跟着做 第一 滑鼠右借 这三张随便你挑其中一张 因为等一下都是在做复制贴上 好 我就挑最后这一张复制 然后接下来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就去做 这个叫做战情室 把这个名称改成 战情室 所以把这一张删掉 delete 这一张删掉 delete 这个表格也请把它给删掉 这个要留着哦 这个是第三张 这全部都删掉 可以吗 我这张表我只留这四个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战情室的模型即将出现了 那些都是重复的 我没必要留着 我们都是在台积变底下哦 而且算是2023年的第四季哦 而且是全部都有的一个状态下 好了 再接下来再继续瞧位置 各位我们不是有三个吗 我即将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这边我要再创造出来另外两个 当然就是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以及权益总额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左边 我左边应该放的是资产负债表的会计科目 对不对 对吧 然后中间放的是损益表 第三个放的是现金流量表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就不是商学院的学生 在看的战情室 请问一下 你觉得老板最关心的就是什么 赚钱嘛 我要不要投资 我也是关心什么 有没有赚钱 你资产 你那个固定资产 常年累月就是固定在那边 我关心的应该是那种 累积动态的一个平衡 你到底公司赚钱还是不赚钱 所以第一个应该放的是什么 损益表 而且是收入 就是最后那个什么本期净利或净损 对吧 好 听得懂我意思 那现在这个是现金流量表 所以麻烦 麻烦请把它这样子编排 因为现金 现金真的只是 就是众多资产里面 即将变现 不是应该说 那个变现最快的 对吧 好 可以吗 我最左边我一定是先留给 损益表的本期净利净损 就是赚钱 我再继续往下看 对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其实这些事情是 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问 刚好我太太念会计研究所 那我就每次都跟他讲 你中央也不是白面的 等一下我去跟何老师在的学生教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能让我变成是一个BI这边没有背景的人 好 所以我问他 我还有问我那个高财生助手 他有百年华尔街那个股市操盘经验 看那个三大报表绝对没有问题 好 那再接下来 我就要把那个 对不起 本期综合审议放在这边 对不对 好了 那就简单了 就是第一个请你先到这个本期 综合审议 总和 请把这一张 这一张 复制 贴到战情室 贴上 请贴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本期这个综合审议总额的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 就是 这个 QTD 复制 然后 贴到战情室这边 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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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等一下 好 我要繼續囉 我要繼續 好 那再接下來 再接下來這個地方 當就是放資產負債表 我預計是這樣子 這邊是 你要想一下什麼東西 然後 這邊是什麼東西 這邊是什麼東西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只是那兩個我還沒有算而已 各位應該知道資產等於負債業主權益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把這一塊 又再把它區分 因為我要放三個 這一塊我要放三個 所以上面是什麼 上面一定是放 一定是放什麼 一定是放資產對不對 對 然後下面 左邊放負債 跟業主權益 對吧 不對 剛好兩個要頂倒過來 老闆關心什麼 你就放什麼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啦 不過現在我只有負債 來請選這個負債 複製 然後貼到戰情室這個位置 貼上 可以嗎 因為這就很單純的複製貼上 我覺得沒必要 好 這個複製 貼到戰情室貼上 好 首先 我個人還是認為說 你必須要把 這個上面 這一張是祭出契金 的同期比較縮小 好 我們還是放 放什麼 我們還是要放 這個 叫做 長期的趨勢 好 就把它複製貼過來 這一張 複製 貼上 那當然這一張 也縮小 去把負債總額 的上面這一張 複製貼到戰情室貼上 好 好 最後是這個 期末 現金及約當現金 一樣 複製貼上來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 時間的捲軸 時間的一個選項 我先勾選2023年第一季 你就可以發現2023年第一季 它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的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它是下降 因為它這邊是橙色 不曉得你們喜不喜歡看 它有設計了幾個不同的模板 好 你可以點這個檢視 檢視底下 這邊 有看到嗎 這邊有幾種 我通常我教書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 因為是戰情式 所以我比較喜歡把那個背景不重要的 全部都改成黑色 可以嗎 我不曉得那個 那個亮起來的 才是你要去告訴別人的 像例如說 現在我這麼多家公司 我只要看排機店 可以聽得懂嗎 其他的就變成淺色了 這是最常最常看的 然後再接下來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這就是綠色就是成長 紅色就是什麼 下降 剛好我要再次的強調 這個在台灣 我們看這張報表 是剛好編導的 什麼 你們應該有聽過 最近應該比較不會聽過 什麼 綠油油一片 那個綠油油 在美國人聽起來很高興 對不對 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 在這邊 因為它是用美國的 微染公司 還有BI產品 所以這邊 綠色表現的意識 跟紅色表現的意識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清楚的看到 台積電 台積電的第一個 這個綜合損益 居然是在下降 而且下降的幅度是6.7% 當然啦 因為報告裡面 如果假設我們定義10% 這個預值範圍 你不要小看這個預值範圍 請問台積電的10% 就是損益的10% 你知道那個代表的數值 跟大力光損益震盪的10% 所代表的數值其實是不一樣的 更不要說跟統一跟中華電台數 這都是不能這樣子比的 因為數字差距實在太大了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很清楚看 第一季 它的損益 它是減少 第二季 它一樣在減少 而且它的負的比率就是 在下降更多 變16%了 然後第三季 它變成19% 再來第四季 好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 它2023年 它的就是 最後那一季 呈現出來的一個損益的減少 它是減少了21% 好 第四季 它最具有整年度的一個代表意義 各位請問 你覺得人口數 應該是 例如跟我們說 2023年 人口數 你覺得應該是哪 年初 還是年中 中間的中歐 還是年末 年底 來當一個衡量的依據 當是年底啊 好 所以我只是想請你們知道 所以請問現在 有沒有2024年 年底人口數 答案是沒有 好 你要知道 在商業智慧裡面 年底 就是第四季的數值資料 它代表意義絕對是很大 先看大力光 哇 你有沒有看到 當我們看到大力光的時候 三個都是負的 就是2023年第四季 它的表現的情形 全部都是下降 好了 那當然 負在減少 很好啊 還有現金也在減少 但是它減少的幅度其實是很小的 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 它主要 主要我們要看的是 它現在的一個表現 現在的一個表現 如果說你用同期來去看 其實它在震盪的範圍是很小的 這個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點 然後 那請問一下 你到時候你的報告裡面 我是不會請你找資料 對不對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最存在的一個事實 一定新聞報告都已經報告過了 所以 我就請你一定要學會 如何請你的小助理 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 好 在接下來我們去看中華店 2024名幣世界 好像已經已經看到兩家公司 都是三個都是負的 再來台塑 台塑在這個地方 它有賺錢 而且賺還蠻多的 有看到 我覺得震盪 震盪如果說是在10%之間 這叫和平的震盪 那如果它這個點都已經超出 那都是很重要的積格 好 我鎖定在-100%到100%之間 再接下來我們現在去看 這張我好像沒有鎖定 好 那接下來台達店 台達店 台達店現金流很多 但是它的它其實在虧錢 虧錢 好 然後台積店 它也在虧錢 2023年第四季 好像多家公司都是以虧錢 虧錢的一個表示 好 目前只有看到誰 是賺錢的 目前好像只有 台塑是賺錢的 對不對 目前我只有看到台塑 2023年第四季是賺錢的 那接下來就是 平易是賺錢的 對 沒了 好了 可以嗎 至少我這邊我一看 我就知道這10家公司 只有 那個 群毅跟 台座 在2023年年底 出現了這個 本期盡力增加 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還沒有第四季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 我只能告訴你 你就只能點到第三季 如果你是看你自己的資料 你就只能點到第三季 你第四季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比是沒有意義的 你比 這邊會變成很奇怪的一些數字 所以要怎麼解決這種事呢 好 最簡單解決的方法 我們就去下載 2023年第四季的三大報表 好 請問怎麼下載 我們現在來去觀看一下 如何下載 2023年第四季 三大報表 好 第一件事情 請打開Chrome瀏覽器 然後請到公開觀測站 你要跟著自己做 因為這都是 復習第一次的內容了 而且只有三個檔案 接下來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在公開資訊觀測站 應該會找得到 然後麻煩請找三大報表 好 資產負債表也要 來請點資產負債表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做 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 好 所以請點資產負債表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請你一定要設正確 這邊麻煩請設 2023年的第四季 開始比較 可以嗎 這邊 我等一下 我只是 我不會再花很多時間 我只是告訴你 那接下來這邊的設定公司 就是你原本的 那10家 還有建議 不要把順序弄亂 那10家 你一定還記得 請你不要用我的這10家 要用你自己的10家 否則 假設我現在 我突發奇想 又把這家公司拿掉 然後到時候我放統一 結果你就會發現 不好意思 統一的資料 是餵不進去的 好 然後開始比較 好 接下來麻煩請點 會出 會出Excel 記得這個是資產負債表 所以記得要把這個下載下來的2023 這個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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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地方 麻煩請改成資 2023Q4 應該要知道這個檔案要放到什麼地方 放到一個指定的資料夾中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在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還有損益表 這個綜合損益表 累計 好 我還是要再提醒你 綜合損益表 你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取那個損會比較好 然後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剛剛已經設定過2023年Q4了 所以這個 這個 設定年紀是不用動的 然後你 設定公司也不用動 然後 他就已經幫你找好了 2023年Q4的綜合損益表 累計 所以就直接點 匯出 Esell 終於下載好了 下載好了嗎 所以我就把這個檔案 取名叫做 損 一樣 2023年Q4 好 剩最後一個 現金流量表 趕快下載 現金流量表 一樣 2023年Q4 現金流量表 累計 那 請注意 你一定要在該季 兩個半月之後 才能去下載 因為這是公開 關切這樣規定的 它就是說 你必須要在 例如說 2023年的第四季 季報 你必須要在隔一年 2024年的3月15號之前完成上傳 好 所以我之前如果我就直接教你 再把它下載下來 像我們一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根本沒有一家上傳 好 可是你現在所有的資料 第四季 2023年第四季的資料 你都可以完整的去下載了 那請問你 現在有沒有 2024年第一季的資料 第一季都還沒有結束 當然不會有 那什麼時候會有 這就是 我想要去請你們一定要知道的 當然就是要等到6月15號才會有 2023年 2024年Q1的 記號 終於下載好了 這個現金流量表 所以我只留現這個字 好 所以在下載裡面這個檔案 我叫現 2023Q4 好 記得這些資料 要會放在一個指定的資料夾 我是都已經放進去了 我是放在我自己的這個 2024年治理科大的 我的資料好像是放在3月11號 比如說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表 這邊 現2023Q4 我已經放進去 我只要放在這裡就好了 可以嗎 所以我的49號報表整個 我只要按重新整理 全部都畫完了 接下來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作業 因為我未來我要教這個聯邦式學習 什麼叫聯邦式學習 我們之前花了一些時間來去教你 什麼年初契經 祭出契經 而且我還沒有教你選筆 那你是不是要去寫一些韓式 那可是你應該知道 在我們的一個教授課程裡面 我們應該你要認識財報 你應該就要有一些分析 不然你不可能認識這些財報 所以他這邊都幫我們分析完了好多東西 舉例來說針對這家 這個三大報表趨勢 我們就先不看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我們可能可以做到比他更好 那在這個地方財務結構 有看到負債佔資產比例 請問一下 負債佔資產比例 算法其實很簡單 可是我不希望你們浪費運算資源 一定要聽懂這件事 各位 請問一下你的計算 你很有可能會帶錯會計科目 甚至你可能你的會計科目 你是沒有那一項會計科目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將來 你真的要做到全球的一個 主要上市公司的上情室分析的時候 你要連的上市櫃 你要連的公開資訊觀測站 台灣叫公開資訊觀測站 我不知道大陸叫什麼 歐洲叫什麼 我都不曉得 我只是要知道 請你們要有一個觀念 不要都是靠自己在那邊算 因為你絕對永遠算不完 而且你算完之後浪費了一些運算資源 還有可能是錯的 何不 別人提供給你的資料 他都敢放在公開的網站上面 受該公司有興趣看開放資料的人來檢視 所以我想這個正確值應該會比你高 所以接下來我要請你們下載這些已有的指數 而且是全部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為什麼是全部 因為我不希望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要下載那個要下載 我喜歡我希望是你要了解 這個東西到底重不重要 因為我在做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我是全部到時候都要把它丟進去去查 到底誰是影響哪一個會計科目 是這家公司影響收入 或者是影響費用的主要關鍵會計科目 可以了解嗎 全部都要算 所以你巴不得是有資料 而不是 老師這個下載這麼多 不是這樣子講的 你要知道做完這個贊情事 是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所以你一定要有大數據 好了 第一個請問負債佔資產比例 所以我是不是要點它 那請你注意一件事 光這個負債佔資產比例 好請你拉到下面 這邊可以看到很多條線 請把 因為跟我有關係的只有那10家公司 對不對 但是他會很好心的提供給你 公司平均數半導體業 其他變子業變子民主 這是我剛剛挑選那10家公司的產業別 全部都算好給你 這些東西我建議你不要帶走 因為你可能只看半導體裡面 像大力光台積電 像台座不是半導體啊 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用 如果你很喜歡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喜不喜歡看這一張 這一張 這叫藝術 請問在座 我能不能問一下 有沒有人覺得這一張是一個很漂亮的圖 我覺得他超級美的耶 你不信你去問統計老師 他這些圖在他的腦海裡 在你的腦海裡真的不一樣 我真的不騙你 這張 這張真的太漂亮了 然後你看 哇 這條線 你沒有問題嗎 好 可是我不要下載那麼多資料 麻煩請把這個 下面這個幾個 公司平均數拿掉 半導體業 其他電子業 電子零組件 這幾個通通都拿掉 我只要上面這十個 而且呢 它是每一季都放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2014年QY 2015年QY 2016年QY 那我們取得資料之後 我們取得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會取得的是 一年四季 反正 這個網站給你的資料 都是以季為單位 好 請點 這個 匯出 Excel 這個你看 就快多了 下載好了 可以嗎 再來 下一個 剛剛是負債 佔資產比例 各位 請問 這個比例增加 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的專業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這 這就是這個 你們領域的知識 接下來我們看 長期資金佔不動廠 廠方 及設備比例 其實都幫你算 而且都是兩個 以上的會計科目 算出來的比例 請點 請點他 然後你會發現 剛剛你做過的事情 他都不用請你再做了 然後請點 匯出Excel 上完了 下載完了 可以嗎 這裡面每一個通通都要 好 財務結構 各位知道財務結構 只有兩個 然後接下來 償還能力 好 流動比例 然後匯出Excel 到現金流量 好 我的流動比例 現在才做完 所以麻煩請吧 回家 一定要下載這些指數 這個流動比例 還有 速動比例 利息保障倍數 再來就是經營能力裡面的 應收款項周轉率 平均收限日數 存貨周轉率 平均銷貨日數 總資產周轉率 再來獲利能力裡面 請下載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 稅後存益 稅後存益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在成長能力裡面 請下載 營業收入年增率 營業毛利年增率 營業利益年增率 稅後存益年增率 每股營餘餘年增率 現金流量請下載 營業現金對流動負債比率 它是一個百分比 再來營業現金對負債比 還有最後一個應該叫做 營業現金對稅務存益比 好我要告訴各位 我這10家我全部都下載好 總共有23個 這個下載很快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有這些 我函數我可以審好多好多 而且請問一下 人家公開觀測站 針對383個會計科目 為什麼 它只揭露這23個比率 一定有它存在的意義 可以理解嗎 我到時候我在做關鍵影響因素 我只丟這23個 其實我應該是會把毛利率上升 到底跟其他22個指數有什麼關係 我把它給揭露出來 可以嗎 哇這樣我可以省好多時間 但每家公司一定都不一樣 可以聽得懂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嗎 不然你從383個會計科目 請問我要交到哪一年 對不對 不可能這樣交 好了 請問客 這回家作業 不是你現在 其實 人家在收入 點心 是 下面每10萬 甚至 估計